近日,特斯拉创办人兼执行长马斯克 在一档访谈节目上 表达了自己对耶稣基督与信仰的看法 他表示他认同耶稣基督的教导 认同圣经里提到 关于宽恕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马斯克也说到 自己虽然不是基督徒 但他曾在2020年时 就为SpaceX的太空任务诚心祷告 节目一开始 主持人们与马斯克讨论关于政治 元宇宙及富人相关的议题 而当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 因为拍摄当天是周日 所以马斯克以开玩笑的方式 问主持人怎么没去教会 接着访问的话题 就转向讨论上帝的救恩 其中一个主持人 询问马斯克 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与生命的救助 马斯克认了几秒后回答说 我同意耶稣基督 所提出的原则与教导 他的教导里 有很伟大的智慧 我同意这些教导 接着马斯克 还用经文举例 如圣经 马太福音 五章 三十八节 至三十九节里提到的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这里的经文 以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代替以眼还眼 呈现很重要的对比 马斯克表示 以眼还眼 只会让每个人都失明 饶恕很重要 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 就怎么对待别人 此外 爱人如己也十分重要 据马斯克介绍 他小时候就上过主日学 常听见关于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的第一个神迹 使水变九等 各样的圣经故事 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 将举办2022年 第一次招生特会 陈瑶有兴趣进入 北美华神就读的学生参加 本次招生特会的主题 为随主的角踪行 讲员为 北美华神院长李孝勇博士 时间为 2022年1月15日星期六 下午4点到5点15分 实体活动地点 为北美华神校本部 此外 本次活动 也可在网上同步收看 互动及参与 报名请扫荧幕上的二维码 报名成功后 即可收到当天招生特会的连接 如有任何疑问 可通过以下电邮地址 与校方联系 或上北美华神官网 了解详情